大家好,我是郑千里,办矿山机械七八年了 今天来到了距离郑州60多公里的一个建筑垃圾处理厂 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破碎的物料 看得出来客户在搜料的时候还是特别的讲究 选择了水泥柱头和混凝土路面 这种固费生产出来的骨料相对砖头与瓦块质量度要比较高 该生产线的设计产能是200吨 经过技术人员半个月的测定实际产能在160到220吨 这个设计产能和实际产能的问题后期会更新 单独来讲可以给个关注 许多朋友留言建筑垃圾回收能不能搞 那是肯定可以的 这你得看建筑材料的发展前景 合砂现在是净采,采市场整治大 采市场整治不规范领域逐步压大 导致砂石骨料的一路飙高 建筑交通用砂的短缺是必须由替代品来补充的 建筑顾费再利用无庸置疑是一条出路 针对建筑垃圾自然化再利用的起步相对较晚 成熟完整的产业链丧未形成 从顾费破碎 然后到制砖 再生骨料的推广液用用 有很多关键点都是一个空缺 因此这个领域是存在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将筑力变回降到在座面上 在座面下 kiss 还是一样的领域 这样的人 您的领域